这会是青岛黄海的绝杀吗 来 向西区里面给这球出空当了 打门 球进了 最后时刻果然还有变数 汉斯诺维奇 五分钟以为已经绝杀了 但最后时刻汉斯诺维奇绝平了 我的天啊 这场比赛太好看了 这个球李庚虽然没有顶到 但是这个球汉斯诺维奇在第二点的反应非常快 左脚林空抽射 将比分扳平 远脚 再把球分到右边 再给回汉斯 中线上有接应的队员了 找到了 漂亮球进了 下半场比赛刚刚回来 达西尔瓦 拉贝尔达西尔瓦就帮助大连超级扳平和比分 之间的连线 又是汉斯诺维奇找达西尔瓦 这一次两个人的位置选对了 恰到好处 上半场的比赛两个人也多次连线 不过有几次啊 都是达西尔瓦在外围 汉斯诺维奇在进区之内 投球顶下来 这一次又是汉斯诺维奇场上比分 这个比赛有点戏剧性 在新疆雪暴取得进球之后 大连超越 再次把比分给扳平了 整个的变中结合啊 非常的出色 向前场的船 不过这一次右边路空了 套上来船舟 后点有机会 大门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个一个局面 通过一次反击 打开了僵局 比赛继续到第27分钟的时候 汉斯诺维奇在后点抢到了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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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大连超越队的汉斯诺维奇 刚刚加盟球队 他就为球队献上如此大礼 为球队颁平比分 主场逼平强大的深圳家兆业 同时还在主场抢得一分 右掌把球拖出 来到军事之内 万维 果然啊 这个时间点会非常危险 汉斯诺维奇大门球进 40分钟场上比分被改写 客场作战的大连超越 一球领先 第一时间球没有控制住 倒是误打误撞啊 球有一个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跳动 来到了汉斯诺维奇的脚下 看起球的质量 给后点 还不错 投球 球进了 球进了 哎呦 汉斯诺维奇 看那算在谁身上 的确汉斯诺维奇顶的 咱们看 起一个高飘的 后点漏人 投球一点 都没碰到 都没碰到 是 他真的是故意一让 反正球给让开了 是 就是一让就想到了 对吧 一让的话 其实这就非常吸引 这个 门将的注意力 是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